那咱这么说吧 万一要是真是得胜了 那咱有什么样治疗方法呢 还有这会不会影响寿命啊 因为帕金森呢 他这个病呢 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病 治疗来说呢 他是根据临床的分期来去治疗 一般来说 帕金森的临床呢 是分0到5期的一个表现的 在第二到三期的时候 也就是他这个病情发展到 五年前后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分水岭 之前得帕金森的时候 你可能比最超早期的时候 刚有的时候 可能通过一些康复治疗 一些心理治疗 神经康复 你可能都不用药物治疗 你就病人的话 可能就是这个病情就比较稳定 当然了你当出现症状 单侧和双侧症状的话 可能到进展到一期到二期的时候 这时候的话得需要用一些 帕金森的药物 帕金森药物好多种 无外乎其实就是 怎么能够把体内的多巴胺 能够多 续放 对 减少它的吸收 增加它的利用 就是所有的这几大类药物 都是围绕着这几点 增量 减排 提效 但是到药物治疗到一定程度之后 这个药物的第一 药物的副作用 它就会产生了 它有什么副作用呢 它有异动 叫异动症 异动症是啥 你比如帕金森现在 现在它那个症状来说 它不动不了吗 你吃完药了 它突然间简直轻松了 文身都很轻松 但是它这种活动的时候 它会出现一些 不自主的一些活动 多动症 对 就异动 异常的运动 叫异动症 另外一个 它又有那种开关现象